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优酷官宣武部王诈剧 肖战、杨阳、诚意领衔 2025年追剧荡期必备 优酷近日公布了2024和2025年的电视剧片单 其中包含了武部备受瞩目的王诈剧集 首当其冲的是肖战主演的《藏海传》 这部剧也是肖战首次挑战大男主的全谋题材 深受优酷重视 排在片单首位的《藏海传》不仅在全谋剧中读剧亮点 而且肖战的剧照被单独放出 凸显了优酷对该剧的信心与期望 此外 杨阳与张若南合作的《雨林玲》 诚意的《长安24季》 孙力和董子剑主演的《三十九二十八》 以及历史大剧《杨明传》也名列前茅 构成了优酷未来剧集阵容的核心 而其中《藏海传》无疑是优酷 寄予厚望的爆款剧 肖战强大的流量于影响力是剧集成功的保障之一 另一大惊喜来自老九门续集的消息 赵丽颖与陈伟霆2016年合作的《老九门》当年成为现象及爆款 而续集《九门》的消息则再次点燃了粉丝的热情 陈伟霆饰演的张起山一角 凭借坚毅的形象和军装造型 俘获了大批观众的心 如今 剧组正在积极邀约陈伟霆回归 而赵丽颖的回归呼声也非常高 尽管赵丽颖目前专注电影事业 但若陈伟霆确认回归 赵丽颖也有可能以客串身份再度出演 重现起岳夫妇的经典CP 老九门当年首播集斩获破亿播放量 最终累计播放量高达128亿 成为了一代剧迷心中的经典之作 如今九门的续集筹备 不仅让老剧迷们再次燃起期待 也为新一代观众带来了更多精彩的看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